戴穩惠近年過著旅遊達人的生活 周不時都會周遊獵過 上個月珍珍曾經單拖去杜拜旅行 不過今次就嚇到他鼻孔都沒肉 究竟是甚麼事呢? 原來當時他經酒店的私人預車 和司機去沙漠玩 途中司機駕駛去住宅區 之後還走了幾個陌生大巷上車 當時他已經很害怕 而司機和幾個大巷中Giriguru 又把音樂調到很大聲 所以在未知他會不會有下一步 對他不利的情況下 就先下手為強用電話和他們合照 之後再跟司機說 已經將他們的合照放了上Facebook 全港有幾千人都看到 講完之後司機就將收音機的音量收細 再將車掉頭 之後才說他們正在去沙漠 那原本他們是去哪裡呢? 事後回想起來真的覺得心寒 而珍珍說他當時已經有最壞打算 聯想到會被鄰間致死 為了保命節 他還曾經打算尋死 幸好最後什麼事都沒有 但在這裡奉勸各位 一個人去旅行真是很危險 如果要去 一定要打醒12分精神 請看多了 我打算不言 !